剩下就靠他了 他也长大了 我们走前也嘱咐了一下 但我也没有终身长那种说的太多 问他有什么感觉 他说我了 现在赶紧回去学校接女儿 再去别的地方买其他东西 桌子还没搞定 然后车上也放满了 说一下坐山机和这边的气候的差异 刚刚我看了一下 我们那边的话是80多度 然后这边的话才63度 所以还是差了很多 然后特别是晚上还挺凉的 然后再有就是这边的环境 跟那边的区别 这边Berkeley这边 至少我现在走到的这些地方 还是房子都比较旧 比较不太新 然后也比较小 但那个树木绿化还可以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Downtown那边 就是Berkeley Downtown那边还是有点文化气息 比较浓 确实毕竟是大学嘛 大学附近 像那边的街道啊 餐厅啊 商店啊什么就有一些小资啊 那种情调方面的东西多一些 毕竟是学校旁边嘛 可能多少都要弄点文化的东西 感觉就不像是我们那边就很实际 生意就是生意 特别是华人的华人区 就特别拿实际没有更多多余的东西 那这边的话 比如说涂鸦也好啊 长鸭的这种 然后再到Monterey Ave Enter the roundabout and take the second exit 不知道打好像怎么打到一条 这样的山山的 可能这边就是比金之路吧 是这样的 老房子 有点意思啊 有点味道 黑黑的那种木头 树皮的房子 这里植被还确实还比我们男家还是好很多 因为这边没那么热 然后雨水应该也很多 所以这边房子虽然很旧 但是还挺有味道的 这些红色的房子啊 白色的房子都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比较强烈 个性比较强烈 最后到了 你看前面可能看到那个塔了 那个 有点准备好多这种树皮吧 现在我们等于是到了学校的另外一边是北面西侧吧 应该是这边 我感觉上是这样 我们通常是从南 从这个西这边的门进去 现在是在北和东的这边 这边就是学校的 然后参观的还在这里呢 走走走走 这边还是它在体育场 但是现在通常是在北和东的那边 那么我们好像是现在在北以外 好像是在北以下 各红队 感觉像 有一个 一方奶茶店 学生店 想想 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报到 主要还是 安排宿舍 其他没有什么参观的 好像没有同学带着去参观 我感觉好像 忘了 然后也 反正简单很多 有些在机场 火车站 公交车站 都有学校的人在 有个摆个桌子 接某个学校的 然后可以上那些车 到了之后有一些 那个系的 本系的 本班的同学 可能会把你带到 帮你拿行李 帮你带你到某一个宿舍 这样 然后很快就结束 就自己去安排了 然后 没有 现在这些学校 美国的学校感觉 更有个性 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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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么古老的 那个宿舍 全是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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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 全是公寓 就在这个港式餐厅吃了个午饭 然后接着去Costco Costco买完东西 回到那里就已经时间差不多了 刚刚吃完晚饭 吃了一个那个韩国的豆腐汤 挺不好吃的 又破工减料感觉 然后宿舍回去了 然后我就要赶着去机场 现在时间上还有点紧 赶到机场都8点多快9点了 我的飞机是10点10分的 所以有点紧 不过应该也没问题 因为国内航班 没有那么 人会比较快 那宿舍上学 整个就结束了 帮他跑了一天 Target去了三趟 去了Rose 去了九九大华 吃了一个中午 吃了一个香港茶餐厅 然后晚上吃了 那个韩国料理 韩国豆腐汤 就这样 一个白天 大概10个小时左右的 帮帮他的忙 然后陪他买这个买那个 基本上结束 剩下就靠他了 那 他也长大了 然后 刚刚临走前也嘱咐了一下 但我也没有 语终身长 那种说的太多 也就 问问他有什么感觉 他说 还是有一种不知道的感觉 因为他之前在偶腕住过半年 但是他大概每个星期都回来 那现在的话就肯定是一个月的 也回来不了一次了 可能好几个月回来一次 然后又更多的事情要自己来弄 那时候还有个好朋友住在一起 那现在的话得重新交朋友 学习 中午跟我聊了还挺多 他主动跟我聊 那我还挺高兴的 他说报了几个学分 然后怎么样 然后学费怎么样 都跟我讲了一下 报了些什么课都讲了讲 今年他说他报了15个课 13个学分 还是怎么样 都是一些基础的课程 然后外语的话 本来他想学韩语 结果没有位置了 报了日语 算是报了比较多课吧 今年 所以的话 他数学金也全部给他cover了 那我也跟他说 你刚开始的话 以学习为主 慢慢熟悉了 然后学习的时间和 大概你的时间好安排了 你再考虑做一些partime 打一些工 这样的话 你就自己也有一些零花钱 然后也多一些 跟这个社会接触 刚才下午一直导航 去看机场的路线就很奇怪 要不然的话 走不了那个桥 进了那条路 要不然的话 要绕得很远 甚至最久的时候 要三个多小时 把我吓坏了 现在还好 现在就30分钟就到机场 所以应该没啥问题 OK 我们走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开着开着就吹 吹口哨 就吹出这首课 吹口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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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